看看新闻网 是这意思吗 知错能改 就是好同志 对 就是人知道自己错 还不算错 就怕人已经错了 都还不知道自己错 一错再错 36票 还有才艺吗 我为大家带来首歌 《爱如潮水》 上海画版的 不问你为何 可逃无浪 不在昏心里 也有三人 请让我给你安慰 我会和所有的男人 走过很多地方 让我心里 永远是更漂亮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 你无贴苦的 心情包围 爱如潮水 一年阿拉铁罗 答应我们也够的 约细的丧地 我们三不停 这七四一囊 能有舍得 无垫的里面撒错片 你刚才去刷新泽 回来告明 这能唱完 我真是自己捏着把汗 来 有请 选择的是哪位女嘉宾 按下来的号码 他选择这位 我有点没有想到 来 按一下电脑 好 我们来看看电脑位 你配合这个女嘉宾 又是谁呢 电脑做了这样的选择 电脑做了这样的选择 好 各位女嘉宾 对她印象如何告诉我们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觉得男嘉宾太瘦了 男嘉宾一上来 就录录鸡肉 录录啥的 其实我有六块腹肌 录一下 要不你摸一下 我不建议的 我更不建议 过来 真摸了 你当心给我们张医生 摸出什么病来啊 这有块 真的吧 是啊 我也觉得有什么块 谢谢 谢谢 有吗 张妍 有 有 确实有 别太瘦 健康就好 算了话就要经过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 让女生说摸就摸呢 太随便了 如果说是 我是你心动女生的话 我一定啊 你 你理解错了 那是张医生 不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张文嘉还是从美国回来的 嗯 很多人都理解 美国可能是更开放一些 你想 张文嘉竟然提出 这样的问题 也没开放到 让人随随便便便 哎 你摸呀 你摸呀 男嘉宾你好 我也想说你真的太瘦了 你看你的腰 差不多跟我的腿一样粗 你的腿跟我的胳膊一样粗 你的胳膊跟我的手一样粗 他还是人吗 他腰肯定不到两尺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两侧两层脱 不像 我不能给你摸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有创意的男生 觉得你唱得挺有爱的 但是缺少了一种潮水 那种汹涌横坏的感觉 如果再深情一点就更好了 潮水后面会来 好 男嘉宾你好 刚刚的歌 你虽然是用上海话唱的 但是我自己都没听懂 我就故障到江湾没生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VCR 继续来了解他 大家好 我叫赵强 今年29岁 来自于上海 毕业于上海江湾大学 动物医学战役 毕业之后 在上海动物园繁殖场 从事珍惜鸟类的一个繁育工作 主要是呢 像类似于企鹅 丹顶鹤 黑天鹅 这样的一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但是由于我前女的关系呢 她觉得我照顾她的时间 远远少于我照顾动物的时间 所以说她与我分手了 在这之后呢 我发奋出墙 我觉得我要改变 所以现在我来到上海一家知名的展会公司 从事境外展会客户的一个管理工作 将近近快三年多了 我的工作也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 让全世界知道什么是中国制造 我这个呢 平时比较在 在家里的话就是看看片子 比如说看看美剧啊 另外呢 我在大学里面呢 经常运动 比如说像篮球啊 足球啊 都会去玩 可是现在工作比较忙忙 所以说偶尔的话 会找几个朋友去打打羽毛球 基本上每周都会打一次 我们强哥呢 在我们公司当中 就是艺术园最好的一个男性同事 因为他人比较体贴 而且比较散解人意 刚刚来实习的小姑娘们 都是我们强哥为最佳偶像 所以希望他早日找到未来的强爪 以后有个强下牛肥 诺老师哪回事 怎么都是公司女同志 对啊 特别好的男生 你就每个男同事出来介绍一下您吧 对啊 其实这样的就是 我把我们公司 每个女生都照顾得比较好嘛 完了 完了 今天来的咋都这样 人缘好 好 我们半天赴客牌 先翻两张 看一看还有什么信心 哦 这个赵强 竟然是上海交通大学 动物医学专业的毕业生 对 现在在国际会展公司 担任经理人 年薪十万 对 曾经当过这个鸟妈 哦 你都负责 你都负责 你都负责哪些鸟类的这个负担动物 主要是游情跟走情嘛 游情的话就是像黑天鹅 白天鹅 丹顶鹤 东方白贯 鸳鸯 孔雀 还有最名贵的应该就是企鹅吧 哎呦 这你都亲自跟他们接触过 对啊 从破壳而出的那一刻起 我就要开始照顾她 哦真的我听上去 我觉得这工作 特别吸引小姑娘的工作 哎呦 你看今天她好像 据说还给我们带那个食物 这个我认识 这应该是鸵鸟蛋 对不对 对因为这是一个澳洲鸵鸟的鸵鸟蛋 还没敷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无精卵 就像我们平时吃的鸡蛋一样 它是孵不出鸟的 还有专门有这个著名的 对 是一分之五九分之六 是什么意思 它是说六月九号 它是放进孵化箱的 哦 然后的话到六月十四号 哦 会拿出来检查一下 哦 因为到时候是看到它是因为 是没有生命体重的一个反应嘛 哦 所以它就是被判定为是一个无精卵 哦 那么现在这个是你收藏的 对 集中东西很珍贵 可能很多姑娘还从来没有 亲手摸过这个鸵鸟蛋 不同的人都不一样 你看这个小鸵鸟 不能这样去的 章鸵鸟 会炸的 对 你看这位有摸的 有闻的 有看的 我真担心这一圈转过来 小鸵鸟出来了 出来了 这些女孩们热力四舍 对 基本都符合复杂的条件 您跟你讲的是 如果鸵鸟出来 它就有十六个妈妈了 对 这个鸟一般都是第一个看见谁 就把谁当妈妈 对吧 对 因为鸟的话它有一个硬色反应 硬色反应 就是它从蛋壳里出来 睁开眼睛的一刹那 看到一个移动的物体 它就会认为它是她妈妈 所以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消息 我一直怀疑它的真伪 现在你给我解下来 它是到底真的假的 就是一群那个鸭子 刚刚附出来蛋看 正好一只狗路过 然后那群鸭子就认为那狗是妈妈 就一直跟着它 真的 是这样的 是真的 那么那个狗为什么会带着它呢 可能它正好也怀孕了吧 或者是发情了吧 真有这种可能性 对 那你要是这个负责负责的话 这个小鸭子们 或者小鸟会不会跟着你 就好了 因为其实它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我 那是 是一个机器 哦 你就用机器的方式 用孵化机的方式 对的 你还给老虎打过针 这也厉害了 那你不是说养鸟吗 你怎么又给老虎去打针 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动物园一次比较严重的一个疫情吧 就是当时的话很多老虎都病了 然后的话都需要一个一个来数点滴 然后我就被抽掉过去了嘛 天哪 老虎打屁股还是打哪儿呀 是打前肢 它会抓你呢 是这样的 我们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夹笼 就是这边可以摇 它这边的一个铁栏会把老虎夹得很紧 再加上它已经病了 所以说基本上没办法反抗这样子 这其实挺有魅力的一份工作 就是啊 很多喜欢动物的人都特别羡慕你这份工作 但是还有这女友换过工作 就是换掉了动物园这份工作吗 对的 哎呦太可惜了 因为像动物园的话 是我大学刚毕业就到动物园去了嘛 然后当时候普遍的一个薪水都不是很高 所以说当时候女朋友觉得这么工作 可能没办法维持两个人感情 所以我想为了她 我愿意放弃这份工作 找一个挣钱多一点的工作 对 所以说我改做了商业 男嘉宾你好 你现在这份工作的兴致就是会经常出差 对 然后也很忙 那如果你下一任女朋友就觉得 你工作很忙 她不喜欢 她希望你能多一点 回动物园 她希望你能多一点时间陪她 那你怎么办 你会继续换工作吗 其实这样呢 我现在的话差不多 每年出差的频率大概在三到四次左右 每一次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礼拜 我想这个频率的话 应该还可以接受 那那万一女朋友说 我就喜欢你跟动物在一块 你还是回动物园吧 你怎么办 那到花鸟市场买点动物 自己开个动物园 因为现在这份工作 也蛮喜欢 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我认定了这个行业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成立自己的会展公司 当老板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接触过这么多动物 你最喜欢哪种动物 最喜欢还是要输企鹅 你不画过企鹅吗 对 一只企鹅蛋 从它出壳 需要四十二天的时间 然后刚刚出来之后 必须要进暖箱 它每天吃的东西 必须要经过天平秤过之后 才能喂它喂食 而且每天要喂六顿 你有和它沟通吗 你怎么和它沟通 有时候 其实小动物就像婴儿一样 它可能会有时候就不想吃 就不想吃 然后我怎么办呢 就让它饿一会儿 然后过来的时候 模仿一下企鹅的叫声 对 怎么叫的 对 叫几声 好了 那我们如果 对它还有了解的愿望 请为它投票 各位嘉宾 三 二 一 大家都想了解 来 敬一番范 后两次 赵强曾经恋爱过两次 而且是师徒恋 但是因为父母的原因而分手 师徒 应该就是我从动物园转到 我第一份做销售的工作 第二年 正好这一年的话 有个小姑娘过来 进来了 正好我跟我的部门经理 关系比较好 因为她是个女的嘛 然后也知道我单身 就介绍给我 让我来带她嘛 然后 带发带发 带出感情来的 她其实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可以说是 呃 长得漂亮 家里条件也好 人也很聪明 也很懂道理 我跟她谈了 三年左右的恋爱 三年啊 对 那还分开了 其实这个完全责任 在我这一边 我一开始认为 这是一张 板上钉钉的事情 以后肯定会跟她结婚的 所以说 对她的一些 关心啊 照顾啊 就少了 就忽略到她 这让我想起 你刚才开始说的 题板 你曾经错过 对 就是这个原因 她现在呢 喜欢这个姑娘呢 是不能不作 也不能太作的 上海小姑娘 那我们做一下 调查上海小姑娘的性举手 9块 9块 啊 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其他地方的女孩 不考虑呢 是你前一个女友是其他的吗 其他地方的吗 呃 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谈过上海以外的女朋友 真的你说啊 这小姑娘 这个现在上海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 对 你知道吗 在今年这个上海做人口统计 在2346万人当中 有超过一半的以上的人 不是上海户籍和上海盆地人 以后这个数字 可能还要再往上升 其实有很多好姑娘 就排除在外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上海的 但是我就想问你 这个桌的程度 能忍受到哪个程度呢 比如说你半夜 想要吃宵夜 打电话给我 那只要我身体允许 我没生病的情况下 我会帮你去买 我会帮你送过来 这个都没问题 一切OK 其实我最不能容忍的 比如说我跟你出去吃饭 我问你吃什么 随便 那吃火锅 怕上火 吃春菜 怕台辣 上海菜 家里一直吃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 随便 这要很多我觉得 因为我已经给到你选择 给到你 而且不止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选择 然后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你看 不会让我这么的为难下去 其实我真的是想跟你 好好吃顿饭而已 来 那了解完之后 请为她投票 就像我们刚才说 因为这个上海人的问题 有可能会让你损失一些支持者 我们来看一下女孩子 三 二 一 还真是 还真是 好吧 来 那接下来你可以 用个质量的方式 想问谁 问一下刚刚据说的几个 上海小姑娘吧 没那么多 还问九个 最多给你问五个 那我就问集体一个人吧 你的变化也太大了 来 我想问一下就是 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 你做过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吃火锅 吃火锅吧 怕上火 那吃拉面吧 不要吃 那吃什么呢 随便 大概就是我吧 就这个回答也够多的 真的 这算多吗 还可以吧 哎呀 你刚才跳的不是这样的 那明天去跟吉林吃饭 吃啥呢 吉林 随便 要么去我家吃吧 大家好 随便 这回还敢随便吗 这个不能随便 这回还敢随便吗 所以你看 有的是你啊 那这个行 大家都看出去端倪了啊 四张不可牌提要求吧 第一个翻牌问题是 不能做一点点家务的请翻牌 一点点指的是多少点点 能叠被子就可以 因为我不太喜欢叠被子 好 能不能叠被子的 除此之外都翻牌 别的都可以我来做 还有什么要求 最后一个问题吧 不喜欢宠物的请翻牌 好 欢迎陈倩倩 苏婷 李嘉宾 你好 你好 你一上台 我就觉得你给我一种安定感 然后后来看到你是宠物医学 专业毕业的 又在西郊公园里面就是工作过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有爱心 有善心的男人 感觉上很细心 然后又可以保护好对方的一个人 然后刚刚你最后看资料 就是问问题的种种 我已经猜到了是谁 但是我还是想要下来试一试 给自己多一次机会 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男嘉宾你好 你好 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你一出场 高高硕硕的外形是我所喜欢的 然后你说你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 同样我也是 我想你是一个有爱心 有责任心 有上心心的男人 然后你喜欢是说要作一点 但是不要太作的女生 我可以就是在我喜欢的男生面前 我可以很作 但是不会作到让你接受不了的那种 我也是在羽毛球里面属于 就是业余里面的强者吧 也是希望和你在日后的生活当中 能够一起切磋一下 希望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能够和你多交流一下吧 好 谢谢 其实我很感谢你们两个上海小姑娘 能站出来 我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我觉得我提出的要求 其实还算蛮过分的 怎么说呢 我已经有错失过一个三年的女朋友 所以说我很执着地选择她 我想我不会考虑其他人 对不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但我知道你把机会 就给了这个上海小姑娘 对不对 我要打击你一下 这个上海小姑娘 在十六位女嘉宾当中 第一个把你的牌搬过去 你还想选她吗 选 当然选 十四号 吉平 有请 吉平你好 好 我想先问你一串数字 4879694 不在乎你心里 我爱你吗 等会让我想看 9 9 我不知道 这个是你网站的ID号 哦 哦 哦 今天自己都没记得住啊 你是在网站上做的这个登记啊 因为我记得 其实你有区别有区别于普通的上海女孩 其实上海女孩都基本上都比较娇生惯养 不能吃苦 你能这样子 我觉得你是一个您吃苦的女孩子 然后你的工作经常会有受到很多客户抱怨啊投诉啊 然后你要一一的去化解 就是你很有耐心很有责任性 就这点的话就是我喜欢的一个类型 真的 我第一轮就把牌关掉的原因是因为你曾经是在西郊公园工作的 然后我之前一个男朋友他跟你年龄差不多 然后我跟他分手就是在西郊公园分手的 伤心之地 所以我来这儿的目的是真心想找一个对我好能够把我当回事的男孩 男人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之前的感情路都不是特别顺 只有我的人是很多 但是伤害我的人可能也更多 我觉得就是真心的没有几个的 其实我最怕就是看到女孩子哭我 我女孩子一哭我心就很软 我知道你很喜欢王星铭 所以说今天我就为你又唱又跳来一段 希望你能开心 唱有这个叫 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喜欢你啊 你哭了他就想逗你笑 而且一个大老爷们儿唱了 王星铭 谢谢 行 我们这从来没看到南版王星铭是怎么看 来吧 我要录出我的肩膀 我要录出我的肩膀 我要录出我 回来 他会组住他 我录出我的肩膀 如果我录出我的肩膀 我们ыв consid ben 肌炼 所以就想逗你一肩膀 我对我录出他的肩膀 我以为你更加录 要么你唱歌 跳吧 轻轻当秋千脸上红苹果 为了真天脸 笑了吧 这个我觉得蛮感动的 真是 我们笑的虽然是眼泪出来 但有一半的眼泪 是至少是为他感动的 就一个男人敢于 在一万观众面前 不怕丢人逗你欢笑 说明他真心的 真的 我在上台之前 热过一杯可乐 放到现在 温度刚刚好 我想很估计 你应该也肚子饿 或是嘴巴干了 现在我拿给你 这杯可乐 你喝好之后 肯定会开心的笑 因为这是一杯神奇的可乐 我用了非常特别的秘方 把我三年动物医学的支持 都用进去了 动物这两次就别加在里边 你把三年医学支持 用在里边就完了 不 你要这样理解 他就像呵护小企鹅一样 都是先平称好的 对 真的是我精心 特别调制过的 其实对待你 我会像对待小企鹅一样 关心你 照顾你 呵护着你 你的眼泪 让我不敢开口讲 我想大声告诉你 你一直在我 学一多年的赵强 究竟在可乐里 加入了什么神奇的配方呢 百里挑衣 由香飘飘奶茶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香飘飘红豆奶茶 真有红豆在里面 好味道 当然受欢迎 更多人在喝 香飘飘奶茶 飞科剃剃剃刀 全方位浮动剃剃 三环红面刀 全身水洗 飞科剃剃刀 纯年的 更透气 轻轻爽爽爽 桃桃好气 桃桃养棉卫生巾 紧马拉 大金爷大面瓶一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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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乳酮大乳酮 紧马拉 妈妈说感冒了不能出去玩 感冒好了就可以出去玩了 三九小儿感冒药 缓解儿童感冒各种症状 感冒快走 快乐回来 三九小儿感冒药 这不是一杯普通的燕麦 这是早早麦 纯正英国燕麦 三百年英国工艺传承 含有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不含糖 健康的一天 从早早麦开始 想找好吃的跟我来 真正的卤香 原来是康师傅鲁香油肉面 甄选香料 黄金配比 丰富的料香 与浓厚的肉香 完美融合 太好吃了 康师傅鲁香油肉面 中药治头痛 就用正天丸 正天丸 艾套 含阿拉斯加鲜鱼胶原蛋白 要美丽 喝艾套 贵州百灵 各位观众 他美国的最爱是 是他 他很辣 香的我无法抗拒 就是他 康师傅香辣牛肉面 他 辣在舌尖 香在行走 哇 香辣诱人的双重享受 超过瘾 我的最爱 康师傅香辣牛肉面 爱上香辣诱惑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就用修正费您了 管用 喂 你好吗 胃痛 胃酸 胃炸 还是四大叔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就用修正费您了 管用 嘴巴脏了 牙齿也脏了 没事 有一达至尊无糖口腔糖 他有爽洁威力 马上开始给你口腔洁净的感觉 你的笑容真好 逸达 乖牙齿更关心你 吃完喝完 叫逸达 嘿 大家好 你也这么好 读书重要 身体也很重要 跟我拍 肯德西美女女伴 三人篮球赛 无力年轻人天天运动 老前健康的生活习惯 我是中国肯德基範球大使 欢迎你加入我们 补水 我用温蔽拳 采用BIO补水专利科技 肌肤天然滋滑 天然补水 补水就用温蔽拳 全方位浮动T恤 全方位浮动T恤 非科T恤刀 这杯可乐你喝好之后 肯定会开心的下 因为这是一杯神奇的可乐 我用了非常特别的秘方 把我三年动物医学的知识 都用前去了 对待你我会像对待小企鹅一样 关心你照顾你 呵护着你 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 据说这个可能必须要喝光 必须喝光才会有神奇的 神奇的效果 小姑娘晚上喝太多水 会脸肿嘛 所以说我来喝嘛 我正好讲了那么多话 嘴巴也干了嘛 好 那神奇的东西要注意啊 别被你喝掉了 什么啊 什么东西啊 提琴告诉我们这什么东西 什么啊 上面杯底有一颗心 然后 然后 旁边写着 我喜欢你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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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的 真心的嘛 其实还有最后一句话 跟我走吧 你 我想大声告诉你 你一直在我世界里 太多的过去 能割舍的变损 变损 你 才选择不放弃 赵强搏击形象的卖力表演 让全场感动 鸡婷会如何回应赵强的这份心意呢 百里挑衣 由香飘飘奶茶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香飘飘红豆奶茶 真有红豆在里面 好味道 当然受欢迎 更多人在喝香飘飘奶茶 意大利美学 缔造粮感之光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与狼共舞 东方卫视男装品牌合作伙伴 想要年轻肌肤 花你很多时间 加速肌肤新生速度 全新升级 欧雷大红瓶 新添加20%抗助金黄 简推细纹 简视肌肤 就这一瓶 欧雷 中药至头痛 就用正天丸 正天丸 大金爷 大面瓶 一百克 大金爷 大面瓶 一百克 大骨头 大卖足 金马朗 以口莲 玩味三部曲 让奶香慢慢释放 让巧克力风味酱 蹦蹦而出 以口莲 牛奶口味 全新上市 嘴巴当了 牙齿也脏了 没事 有义达至尊 无糖口腔糖 他有爽洁威力 马上开始给你口腔洁净的感觉 你的笑容真好 义达 怪牙齿更关心你 吃完喝完 叫义达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就用修正废年了 管用 喂 你好吗 胃痛 胃酸 胃胀 还是四大叔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就用修正废年了 管用 忙碌后 身心都需要滋养 康师傅传世新颖冰糖雪梨 优选多汁雪梨 清甜 滋润 康师傅传世新颖冰糖雪梨 想要年轻肌肤 花你很多时间 加速肌肤 熏收速度 全新升级 欧雷大红瓶 新添加20%抗浮精华 减退续纹 减湿肌肤 就这一瓶 欧雷 以口莲 玩味三部曲 让奶香慢慢释放 让巧克力风味酱 蹦蹦而出 以口莲牛奶口味 全新上市 一碗仅需一度点 美帝全直流变频空调 一心整形 国际连锁 源自韩国 一心整形 你就是明星 嗓子肝痒痛 咳不出 咽不下 刷牙恶心肝藕 反反复复 就用蔓延书宁 骗记 新上市 贵龙又业 标科护赏 爽一爽 蔓延书宁 好爽堂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男人都是这样子 童爱不顾女人的感受 爸爸残留的胡须 总是在我真难受 奔腾剃须刀 剃须不残留 其实还有最后一句话 跟我走吧 其实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相信这是一个 最好的生日礼物 我愿意跟你牵手 我愿意跟你牵手 祝吉婷的生日 祝吉婷生日快乐 祝吉婷生日快乐 这就当我们的生日礼物吧 帅小小厨房 和老妹妹黄金 赠美你们精美视频 恭喜恭喜 谢谢吉婷 我叫赵强 今年29岁 来自于上海 我的爱如潮水 不能不作 也不能太作的上海小姑娘 吃火锅吧 怕上火 吃拉面吧 我不要吃 那吃什么呢 随便 就大概就是我吧 就这个回答就够作的 我之前的感情路 都不是特别顺 追我的人是很多 就是真心的 没有几个的 是一杯神奇的可乐 你喝好之后 肯定会开心的笑 一个男人敢于 在亿万观众面前 不怕丢人逗你欢笑 说明他真心的 真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相信这是一个 最好的生日礼物 祝今天生日快乐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 特别难忘的生日 没错 而且今天一开始 是有点排斥的 我们看得出来 但是最终还是被他感动了 是 所以但凡是用了真心的 对方一定能够接受到 对 他真心也得坚持 好 我们也谢谢观众的支持 来看看今天发微博 和短信互动的谁 可以获得我们的 帅康小出宝 来 平 恭喜这位观众朋友 再次感谢香飘飘奶茶 对百里挑衍